三国演绎这部书咱们正说到蒋干过江 曹操在江中打了一个败仗 又让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周公锦偷看了水寨 曹操正在发愁 因为隔着长江没有办法能够打听江东的消息 就在这个时候 曹操手下一位牧兵蒋干蒋子义自高奋勇 要到三江口去劝说周瑜归降 蒋干过江了 见到了大都督周瑜周公锦 周瑜很高兴就挽着蒋干的手 把蒋干请进了中军大帐 蒋干心里的高兴 东吴的大都督 挽着我的手迈步走进中军大帐 给我讲干多大的面子 这回我劝说周瑜归降 准能够成功 他认为自己能够胜利了 能够将来得到曹操的奖赏 一仰头挺着胸脯就跟着周瑜走进帐中 然后分宾主落座了 周瑜坐完了之后 来呀 有请众位先生列位将军 遵令 之日的中军官望下传令 时间不大 东吴的这些文臣五将全都来到中军大帐 是鱼冠而入 蒋干坐着一看 东吴的这些文臣一个个恶观伯代 佩见选举 气度不凡 再一看东吴的这些战将 一个个盔甲鲜明 腾腾煞气 周瑜就给大家引荐 用手一指蒋干 众位将军列位先生 这位是我的同窗好友 蒋干蒋子义先生 优打曹营来到三江口 不过请诸位放心 蒋先生可是来看我 不是做说客的 阔别多年难得一句 来呀将酒宴摆下 煞时间风风盛盛 酒宴就摆上了好几十桌 所有的文官武将全都坐着相陪 上面是周瑜周恭敬 刻为一尊是蒋干蒋子义 给蒋干这面子可太大了 蒋干望着一坐 觉得受宠若惊 周瑜亲自 给蒋干争了一杯酒 子义兄请 哎呀 谢过恭敬 蒋干 蒋干多过这杯酒 一饮而干 周瑜对我真不错呀 够朋友啊 拿我当上宾 好 待会儿我好劝他归降 等蒋干喝完这杯酒 望着一坐 周瑜用手一指 来呀 众位将军 给蒋先生敬酒 周瑜一声令下 这些人给蒋干 蒋子义敬酒 全都看着大多多周瑜的面子 一个一个走过来 给蒋干敬酒 蒋干端起来就喝 端起来就喝 蒋干一琢磨 这要全喝了 我蒋干还不得烂醉如泥呀 这些人敬酒是敬酒 可是蒋干一看 这些人的脸上 一个个全都是怒戎满面 哎呀 蒋干抱穷攻守 公瑾 你看 啊 周瑜周公瑾 微微一笑 子玉兄 他们都把你当成说客了 中卫将军 刚才我已然讲过了 子玉兄 有打草影来到三江口 是看看我周瑜 我们是同窗学友 他呀 绝不是劝我周瑜归墙 好啊 既然如此 太史词何在 赞 大将太史词站到周瑜的面前 周瑜就把身旁的配件解下来 望前一地 太史将军 你手捧我的宝剑 今天作为 监验官 如果 在九席宴前 有人要谈起 两国的军国大事 你就立刻斩制 自立 太史词伸手 接过令箭 望后一退 这有个座位 太史词就坐下来 坐在座位之上 太史词把宝剑一捧 蒋干往对面一看 嗯 这太史词正好坐在我的对面 蒋干心里有点糊涂 先说这位将军坐在我的对面 蒋干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就不敢多说话了 他再偷眼一看周瑜捉公锦 那周瑜是满面春风 和颜悦色 嗨 蒋干心说我纯粹多疑了 周瑜对待我这么好 但是他身为三军统帅 怎么能不装作严厉一点呢 只谈友情不谈军情 这是场面上的官话 等一会儿酒过三巡 猜过五味了 还煎得什么宴呢 这位太史词将军也得喝酒 等到他一喝酒 我再劝降不迟 想到这儿 他再看太史词 嗯 蒋干又一哆嗦 不对啊 这太史词两只眼睛不看别处 只看我蒋干一个人 原来他就监视我的 那我还游说什么呀 我得小心脑袋搬架呀 他正琢磨呢 周瑜已经把酒杯捧起来了 四义兄 你我多年不见来 再干这一杯 啊 多谢贤弟 蒋干不喝也不行 可是心里头不是滋味 这酒啊 纯粹是顺着急凉沟流下去的 可周瑜喝得是挺痛快 这杯酒是一痒而干 然后把酒杯一推 他一推这酒杯 给蒋干敬酒的又过来了 不是战将就是谋士 蒋干心说照这样 我可就受不了了 周瑜微微一笑 自己笑 实话告诉你 自从隐军打仗以来 我是低酒不入 今天见了故人 没有别的想法 我当然要一醉方休 来啊 说到这儿 终于就把手中的杯子一扔 换大斗伺候 啊 蒋干两只眼睛都直了 哎呀 贤弟呀 使不得 我这个酒量可不行啊 不瞒你说 哥哥我是属萤火虫的 没有多大链 话没说完 大斗已然摆上了 而且针酒伺候的人 也换成一名高大的虎奔军 呵 这位虎奔军身高足够 一仗开外 蒋干呢 身高不满无耻 得有两个蒋干高 这个伺候静脚的 伸得前胸宽 背绑后肚大腰圆 头上是虎翘叩头 身上是虎皮皮肩 脚下是虎皮学药 捧的这酒壶啊 就好像大茶壶似的 他走到周一面前 赌赌 在下给您敬酒 给周一满满的 蒸了一抖 蒋干偷眼观瞧这杯酒 哎呀 这一定是江南的好酒啊 这个颜色红中发黄 黄中发绿 不知酒在地上 埋了多少年呢 哈哈 拿这么好的酒前来敬我 周都督要喝这一斗酒 还算凑合 如果这斗酒 我要入肚可就坏了 可是他再一想 哦 这一定是玩的鬼把戏啊 你看这酒的颜色 这是不是假的 准是糖水无疑啊 既然是糖水 你能喝 我也能喝 蒋干上想着呢 这个虎奔军 就在蒋干的面前 这个酒斗汁那哗 也给蒸满了一斗酒 不对呀 蒋干拿鼻子一闻 这是真酒无疑 这杯酒我喝得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周瑜周公锦一伸手 就把蒋干的手攥住 子夷兄 你随我来 周瑜拉着蒋干的手 从大仗里出来 蒋干心说 周瑜够朋友啊 他恐怕我这杯酒喝不了 让我躲过这一关 如果这斗酒下去 我真得醉死 再看周瑜 确实已然喝醉了 走路说一力威胁 先帝 你喝醉了 你这是拉我上哪儿去呀 子夷兄 你来看 说这话 周瑜身子以外 左手一扬 蒋干 赶紧就扶住了周瑜 顺着周瑜的手指方向 再一看 就在大仗的外边 是冰层层 甲层层 武士林立 持枪之歌 毫不威风 蒋干两只眼睛都看呆了 周瑜用手一拍蒋干 此一兄 你看我手下 均将如何 哎呀呀 空军呢 可真是雄虎之师 太棒了 说到这儿 周瑜拉着蒋干 步履盘伸 走到后帐 兄长 你一来看 蒋干顺着周瑜手指一看 只见帐后的粮草堆积如山 此一兄 你看我的粮草 可称足辈 哎呀 贤弟呀 可称得上是兵精粮足 名不虚传 周瑜听着 一晃身行 此一兄 想当初你我同窗 读书之时 我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呢 哎呀呀 贤弟说的哪里话来 认贤弟你的雄才大略 有了今天 也实在不过分 周瑜 拉着蒋干的手 看着蒋干 自欲修 大丈夫处事 与知己知主 外托君臣之意 那戒骨肉之恩 言必行 记必从 祸福与共 加使苏秦章鱼 陆甲力声复出 口似玄河 舌如利刃 按那动我周瑜之心 就这几句话 把蒋干吓坏了 周瑜告诉蒋干 说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 遇见一个知己知主 外托君臣之意 内戒骨肉之恩 言必行 记必从 祸福与共 周瑜说的是实话 说我周瑜周公瑾 扶保了江东的孙权 孙仲谋 我遇见知己知主了 而且我跟孙家 内戒骨肉之恩 乔国老爸两个女儿 大乔许给小霸王 孙策孙伯复 二乔许给周瑜 周公瑾 所以周瑜 跟孙家是内戒骨肉之亲 外扶重燃 现在周瑜是江东的 晴天伯玉柱 架海紫金梁 那是江东掌兵权的人 得到君主的信任 所以周瑜 认为自己在江东 言必行 记必从 我周瑜每说一句话 主公孙主谋 他听我的 而且祸福与功 那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既然主公这么信任我 我在江东掌兵权 而且跟主公内戒骨肉之亲 我告诉你 讲干 不用说你 就是苏秦张仪 陆家 历生复出 他们在活了 口四悬河 他们舌如历刃 也说不动我周瑜 周公锦 我是保孙权 保定了 蒋干是个读书的 他当然知道 苏秦张仪 陆家历生是谁 咱们前面说过 苏秦张仪 两个人 一个是鼓吹合纵 一个是鼓吹连横 历生历迹 咱们前面也说过 高阳九徒 保汉高祖刘邦 面见齐王 就凭他三寸不烂之舌 两行伶牙历齿 说得齐国归降 没费一刀一剑 这个陆家呢 也是汉朝初年 一个大雄辩家 就指着嘴吃饭的 所以周瑜告诉蒋干 甭说你 就是这些人活了 想劝我周瑜归降 那是修声妄想 是比登天还难 蒋干的心里的 不是凉了半截 是整个全都凉了 他知道周瑜 已然贴了心了 蒋干一想 我在曹丞相面前 夸下海口 说下朗言大话 而且 曹丞相手下 所有的谋士 所有战将 全都听见了 我可怎么办呢 可周瑜呢 根本不管蒋干想什么 拉着蒋干的手 回到了中军大战 四义兄 请坐 啊 谢坐 两个人重新入座了 周瑜用手一指 来 奏夜住酒 刚喝酒 有什么意思 人家周瑜这有军乐队 当时 这乐曲声音一起 大战里的热闹啊 整个气氛 马上就活跃了 周瑜是高高静静 一斗酒 接着一斗酒 蒋干忍不住了 贤弟 你别喝了 你已经醉了 勺赢几倍 周瑜 站起身形 把酒斗 往前一推 来看见此后 蒋干又糊涂了 心说 喝酒 奏乐就可以了 要见干什么呀 这是会儿周瑜 双手抱拳 诸位将军 列位先生 今天我周瑜 接待固有 格外高兴 要武艺回剑 为紫义兄 祝酒 众文武一听 齐声鼓掌 说句真的 虽然大家都知道周都督 武艺高强 本领出众 有人看过周瑜 跨下马 掌中枪 在两军 江场杀敌 但是 看周都督舞剑 恐怕 一个都没有 大家 全都高兴 齐声喝彩 这时候捧剑光过来了 手里托着一个 檀木的托牌 这托牌里铺着一块锦绒 在锦绒上放着一口宝剑 讲干一看 这口宝剑与众不同 剑长七尺 咱们说过 汉朝的尺 跟现在的尺 不一样 这口宝剑 要按汉朝的尺 衡量今天 也就是将军四尺九 宝剑好看 墨沙 鱼皮茄 金通口 玉石剑 黑色的灯笼 刺足够五尺长 古代啊 都拿给宝剑 作为仙器 您看 神信出来 都夸剑 没有夸一口腰刀的 所以说剑为武器之尊 周宇周公瑾 一伸手把宝剑 抓在手中 抽出挟外 讲干 也站起来了 先帝 又劳你了 玉兄 今天要抱一抱宴福 好 周宇一手持剑 一手指的 帐中的所有的 文官武将 诸位 你们都是江东之英杰 今天此会 可命群英会 天色一晚 快掌上灯光 我周宇五剑一回 等于周都督传令了 时间不大 整个中军大仗 灯烛辉煌 喜气洋洋 周宇左手持宝剑 右手履剑跑 就捂起剑来了 大家一看 齐声叫好 周宇这剑捂得太好了 捂着捂着 周宇一边捂剑 一边唱 丈夫处世喜 立功名 立功名喜 魏平生 魏平生喜 无将碎 武将醉喜 发狂吟 好 所有文官武将按说大致 周都督唱得太好了 周宇唱的是 丈夫处世立功名 人生于天地之间 无非就是功名二字 咱们前边说过 刘关章弟兄三顾茅庐 头顾茅庐的时候 诸葛亮做过一首歌 苍天如圆盖 陆地如棋局 世人黑白粪 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 儒者自禄禄 南阳游隐居 高卧眠不足 诸葛亮也说 人生天地之间 无非是名利二字 争到的高兴 那么争不到的 认为自己这一辈子没能 而周宇周公姐 说自己丈夫处世立功名 立功名喜魏平生 周宇可以说是功名成交 未平生喜我将罪 我将罪喜发狂吟 周宇唱完这首歌 大家伙齐声欢笑 等周宇捂完这趟宝剑 望着一站一收招式 大家一看好 面不耕涩 气不勇出 而且官袍带至尾 求狐一丝不乱 大家掌声四起 给嘟嘟喝彩 周宇威威一笑 列位过奖 然后把宝剑又交给了 捧剑官 双手把这大酒都端起来了 四翼兄来 赶此一杯 哎呀 恭喜你还好 四翼兄 在这群英会之上 怎么能不痛饮一番呢 来 赶 一扬博 这杯酒又入肚了 蒋干哪知道了 人家周瑜 这个真酒的虎奔军 使得一把酒壶 那是转心壶啊 给蒋干真的是酒 那么给周瑜真的呢 可能就是东汉年代的 咖啡呀 还是卖乳精啊 咱们都说不清楚 周瑜是越喝越高兴 四翼兄 喝够了吗 哎呀 贤弟呀 翼兄早已然够了 来呀 撤席 说完撤席两个字 周瑜伸手 又把蒋干的手握住了 赐玉兄 你我好久没有同踏而握 今天咱们弟兄就抵足而免 来来来 快随小弟到寝障之内安歇 众位文官武将 听说都督跟客人要睡觉安歇了 那我们也该走了 一个个告辞而去 周瑜拉着 周瑜拉着蒋干 拉了两下没拉动 确实周瑜喝醉了 蒋干冲着两边的军销一挥手 军销点了点头 在头前引路 蒋干就搀扶着周瑜来到寝障 这个周瑜连靴子都没脱 往床上一躺 哎呀 蒋干蒋子意 长出了一口气 糟了 我还长出气呢 他喝的这么多 明天这时候也醒不了啊 他喝多了 我也喝多了 我这两眼前面 怎么是金星换银星 两眼冒金星 哎哟 总算我头脑还清醒啊 那么他明天都醒不了 我怎么劝说他归降我家曹丞相啊 哎呀呀 可把蒋干击坏了 到底蒋干如何对付周瑜 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